8月24日,黑神话,悟空的玩家迎来了游戏发售后的第一个周六,但有诸多玩家在当日晚间发现,该游戏的主要发行平台Steam无法登陆,随后警号Steam崩了,警号冲上微博热搜榜,不少玩家猜测Steam崩溃是因为黑神话,悟空在线人数过多导致。 不过,Steam中国区代理完美世界竞技平台随后发布公告称,此次Steam崩溃是由于受到DDoS攻击导致。 截至发稿,Steam也遭28万次攻击仍在热搜词条中。 8月20日,期待已久的黑神话,悟空上线一下点燃了众多玩家的游戏激情,热度持续飙升。 截至8月23日21时,该游戏的全平台销量已突破1000万套、越居Steam、Wagme等多平台销量榜首。 然而,由于Steam平台的突然崩溃,导致该游戏的实时在线人数一度骤降至百万以下。 其安信方面介绍,此前曾有数据显示,一款游戏如果持续遭到攻击一天,玩家数量将流失80%,这对游戏而言是致命的。 其安信XLab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披露了本次攻击的幕后细节,指出这次攻击在多个方面创下了记录。 首先是攻击指令数量激增,达到了平时的2万倍,SLab实验室观察到了28万条针对Steam平台的攻击指令。 根据历史长期观察,过去针对Steam的攻击也经常有,但是往往攻击指令都在两位数。 昨天晚上直接暴涨2万多倍,这么高的攻击指令数字,我们从业以来几乎都是极其少见的。 其安信XLab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其次是动用僵尸网络的规模极大,达到近60个。 XLab实验室发现有近60个僵尸网络主控发起了此次攻击。 其规模是上次特朗普与马斯克直播访谈遭到D-DAS攻击事件的15倍。 另外,还有其他攻击团伙使用NTP、2-DEP反射放大攻击等方式也参与了此次攻击事件。 如此规模的僵尸网络动用,实属多年来罕见。 第三是攻击烈度极猛,攻击者火力全开,对Steam全球网站轮番攻击,涉及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7个Steam服务器IP。 据介绍,8月24日18点开始,攻击者集中火力猛攻亚洲的新加坡节点机房,以及Steam中国区代理的完美世界机房。 到25日上午,又切换到美国机房。 在时间的选择上,几乎和当地游戏高峰期基本重合。 重点攻击目标包括了中国、美国、新加坡、瑞典、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智利、荷兰等13个地区的107个Steam服务器IP。 有人甚至说,有一股势力在极力地阻止黑神话、悟空。 黑神话、悟空让有些人让一些势力害怕了,再不择手段阻止黑神话,悟空登顶世界第一。 在境外势力针对黑神话,悟空发起猛烈的网络攻击以试图阻止黑神话。 悟空登顶的同时,境内也有人在不断地抹黑、造谣、污蔑黑神话。 悟空,有人为了抹黑、黑神话。 悟空甚至找了个所谓的游戏玩家八成以上是中国内地玩家角度,真是笑死人了。 更离谱的是,有些人居然明智就像黑神话,悟空碰瓷而来,指控黑神话,悟空抄袭。 比如下面这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指控黑神话,悟空抄袭了他的照片。 可他贴出的他的所谓照片,明明是拍摄的雕塑的照片啊。 而黑神话,悟空创作团队是到雕塑现场进行的扫描,原汁原味地放到了游戏里。 怎么因为你给雕塑拍过照,黑神话,悟空就不能扫描雕像,就不能用了。 扫描雕像就是抄袭你的照片了。 这次碰的,真让人恶心。 还有更让人恶心的是下面这位,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指控黑神话。 悟空抄袭了他的作品,还说什么手艺人的权益谁来维护。 这位所谓的抄袭是黑神话,悟空中天命人,孙悟空护甲上的造型,花纹。 可问题是,这个造型,花纹并不是这个人的原创啊,那是黑神话,悟空扫描的雕塑上所本来就有的造型与花纹啊。 而且,我国大量关于古代武将、神将的雕塑都有这种造型和花纹。 这怎么就成了这个所谓的中式甲咒公益家的独家权利了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个中式甲咒公益家在抄袭民间公益家呢? 所以,这次碰的更让人恶心。 最搞笑的是,有人指责黑神话,悟空抄袭了日本的七龙珠漫画中的孙悟空脚踩金斗云。 对此,有网友笑批说,我觉得现在完全可以说,吴承恩玩了黑神话后,有改发写出了前传小说《西游记》。 这就是黑神话,悟空一战成名之后所面临的情况,境内有人疯狂碰瓷,造谣,抹黑,境外有势力发起疯狂网络攻击,阻止黑神话,悟空登顶称王。 这也恰恰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但凡我们中国在某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取得重大成就,总要立即有人破大房,跳出来造谣,抹黑,贬低,甚至是发起攻击。 无一例外。 不过,他们越是破大房,我们就越高兴,因为他们不过是几只苍蝇碰壁而已。 随着全球玩家掀起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热潮,这款游戏所延伸出来的文创和消费也风靡一时,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把我们的游戏污名化,认为我们在通过游戏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念渗透,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 那么我们这款游戏有没有对外进行文化渗透的元素和动机呢? 下面我就深入分析一下相关问题。 大家知道,美国从不放过任何对外文化侵略的机会。 冷战时期,美国常常通过电影输出对我们中国进行大肆抹黑,美国还特别重视用游戏输出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以前在这方面还比较弱。 其实,游戏也是军事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提升我们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自1952年,世界上最早的电子游戏诞生以来,世界游戏就被美日等国主导了70多年。 他们通过游戏疯狂进行文化输出,使我们年轻一代不仅沉迷于游戏中,还沉浸在这些西式音乐和西方人霸道好斗的行为模式中。 近些年,我们的国产游戏越来越多,但是在那些外国媒体与反华人士看来,我们的游戏只不过是一堆供小孩逗乐的电子商品。 他们觉得我们中国游戏没有文化输出元素,所以这些西方国家非常信安理得。 其实,电子游戏市场既是商业市场,也是政治市场,文化市场。 随着我们中国的逐步崛起,我们影响力的逐渐扩大,现在西方国家非常警惕,担心我们正通过电子游戏输出价值观。 就连我们中国企业收购一些欧美游戏工作室,进行一些正常的商业行为,西方国家都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连在一起,进行百般阻扰,担心我们电子游戏隐含政治与文化输出的内容。 欧美国家的政客从来都认为自己用电子游戏输出本国文化是天经地义,中国电子游戏输出就是在煽动革命。 在美日等国看来,我们中国是没有资格与实力用电子游戏搞文化输出的。 既然美日等国能通过强大的游戏产业搞文化输出,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既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剧弘扬中国文化,同样可以通过电子游戏来推广我们中国那种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传统文化,打破西方人对我们的丑化宣传。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游戏的影响力,美国和日本可以通过游戏丑化中国,把中国人刻画成为面目猙獰,诡计多端,不遵守规则的形象。 这种用游戏方式丑化中国人,比反华媒体用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人更具杀伤力和传播力。 黑神话 悟空发布后,一则疑似由美国网友发布在黑神话,悟空讨论区的帖子提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问题。 这款游戏含有中国间谍软件吗? 我不想丢掉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或银行信息,因为我听说他们的间谍行动猖獗。 这位网友之后跟帖补充说,我从未玩过任何中国开发商的游戏,我只玩过由中国公司拥有的英雄联盟,但游戏的开发者都在美国。 该网友声称,其实这跟中国开发商或中国人无关,这些人可能真的是好人,但会被利用。 我们不能从中国购买华为手机或路由器,由于网络战争,这些在美国也被禁止,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拿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行径反驳它。 你使用社交媒体吗? 他们窃取你的信息。 你用过搜索引擎吗? 他们窃取你的信息,你使用Windows或Mac的任何操作系统。 他们窃取你的信息。 就算是吧,中国可能正在窃取你的信息,但美国的其他公司也是如此。 一位网友回复道,有人还记得斯诺登吗? 现在再说一遍,到底哪个国家是间谍之王,笑死了。 还有网友指出,在美国,黑客攻击、监控、数据挖掘和欺诈行为数不胜数,通常由国家本身实施,还有宣传来推动这一切。 听到这些爱发牢骚的孩子试图对中国游戏做出毫无根据的种族主义指控,真是令人蓬富。 从各大平台来看,许多外国主播都兴奋地表达了对这款游戏的喜爱。 而支持游戏的中国玩家也并非不能接受对游戏的合理批评。 你可以因为优化打差评,你也可以因为剧情和关卡打差评, 因为这都是可以让游戏科学不断前进,抵达更高的高度的动力。 但你要是为了让它暴死,让游戏市场充斥着无聊的课金换皮手游, 或者是因为听信了某些人没有脑子的骂街来打差评的话, 那你可要知道大胜的力量是无敌的。 一位玩家如此写道,除此之外,网上流传着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美国某些参议员打算立法将中国游戏黑神化, 悟空列为国家安全威胁。 理由?这款游戏展现了太多中国文化元素, 可能会对美国构成某种威胁。 先不说这个消息的真假,但是这种说法就足够荒诞。 一款游戏承载着开发者的心血和玩家的期待, 怎么就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洪水猛兽? 难道美国的安全防线如此脆弱, 会被虚拟世界的齐天大圣轻易击溃? 这不禁让人想起,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无理打压, 从华为到TikTok,但凡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总会招致莫须有的指控。 如今,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帽子竟然扣到了一款游戏头上, 可见其荒谬程度。 黑神话《悟空》是一款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自公布以来便备受关注。 游戏画面精美,战斗系统流畅, 更重要的是,它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美国某些政客眼中, 这种文化魅力却成了威胁。 他们害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害怕中国在文化领域超越美国。 这种文化自卑心态暴露无遗。 事实上,文化交流应该是相互借鉴, 共同进步的过程。 美国作为文化输出大国, 其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威胁, 反而积极将其文化产品推向世界。 反观美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却充满了偏见和敌意。 他们将中国文化视为洪水猛兽, 试图将其拒之门外。 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更暴露了其狭隘的心胸。